来 欣欣 这是外婆给你买的风车软糖 快吃吧 外婆 我妈妈说了 不让我吃外边卖的垃圾食品 这些零食都有各种添加剂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外婆给你做 没有添加剂的水果风车软糖 好不好 什么 水果味风车软糖 我不信 你要是能做出来 我就给评论区的网友叫大哥大姐 那你就瞧好了 做风车软糖 我们首先要做模具 准备两瓶AB硅胶液 把B硅胶液倒入小塑料盆中 再把A硅胶液倒入塑料盆里 比例是1比1 把它们搅拌均匀 把买来的风车软糖拿下来 把它放入塑料大盆里 再把硅胶液倒入大盆里 硅胶液没过风车软糖就可以了 放在一旁静置8个小时 同样的方法 我做了第二个模具 同样静置8个小时 开始脱模 都脱模成功了 是不是很简单 接下来用刀把硅胶模具里的软糖取出来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软糖取出来了 第二个硅胶模具 第二个软糖取出来了 就这样风车软糖硅胶模具就做好 接下来做水果味软糖 我准备了猕猴桃底 还有芒果果肉 红金火龙果 不要钱的吉利丁片 一大碗白糖 不要钱的麦芽糖 倒入生命之水 吉利丁片用凉水泡软 然后把这些水果压成汁 有条件的可以用榨汁机 泥头桃也压成汁 芒果 果汁全部都弄好了 我发现泥头桃不够绿 我第一笔绿色使用色素吧 点火 开开窗户通通风 锅里倒入火龙果汁 一点点白糖 麦芽糖 小火熬至粘稠关火 因为吉利丁片遇到高温会失效 所以等待锅里糖液不是特别热的时候 放入吉利丁片 搅拌至吉利丁片融化 把风车架子放入模具中 把糖液倒入模具中 把锅里剩下的糖液倒入麻将模具中 其他也像刚才步骤做 把猕猴桃口味的倒入模具中 将剩下的糖液倒入麻将模具中 不知道为什么芒果汁糖液变成这个颜色 有点像蜡茶 你懂 不管了 好吃就行 把芒果味的倒入模具中 最后把它们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 时间到 开始给它们脱膜 为了防止沾脸 把卵糖放在白糖上面 大家觉得我做的怎么样 风车软糖脱膜 脱膜乘五 第二个风车糖脱膜 最后再把风车棒按上 是不是很漂亮 第二个脱膜失败了 没关系 我把麻将软糖插在风车上 一样很漂亮 芯芯 水果味风车软糖做好了 快来吃吧 来了来了 外婆 你真厉害 这都被你做出来了 风车软糖太漂亮了 我尝尝味道怎么样 嗯 味道不错 Q糖软糯 有嚼劲 还有水果味道 好吃极了 芯芯 我做的水果味风车软糖做成功了 你也说话算话哦 凡是在评论区评论的都叫大哥大姐 好 我愿赌服输 水果味风车软糖有想吃的在评论区扣议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喽